上次說有人追了對不對 每天都有人追 我從小就有很多人追 但我不能每個人都接收 因為我們這樣太忙了 我是陳德榮 好久沒見 當瓊瑤熟悉玉女重出江湖 什麼梨花帶雨的客人兒 我們不要 這次陳德榮在山中森林 改當大哥的女人 其實一開始我邀請德榮 是特別客串的 所以大概這個市場戲 那我們越聊越久 我們發覺其實有一些部分 是真的找別的演員 或找新的演員 不如讓德榮還呈現 會更精準 那像德榮這次在片上有突破 就是有一些跟 唱歌親密的戲這樣子 有喔 我猜 他同意是大突破 是 而且其實 我一直在說服他 我一直在說服他 會是床的戲 我會在床上的戲 但是床戲是看你怎麼接定的 但是至少有實習一下的 那康生這樣子 我就說你要在 DV上面再加強一下 至少他在講話的方式 是完全大突破 至少不要 你在哪邊講話 就是會有些髒話的情形 對 所以蘇貞他這裡這個人的個性 當中跟我現實生活中的當中 並不是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有些東西是相像的 比如說阿薩里 還有一個就是 我很討厭拖泥帶水 然後我很重感情 研究 這些東西全部都跟蘇貞一樣 我對友誼 我對感情 你知道這是說 只要跟人有關的 我都是研究的啊 因為像有些人會因為比如說 以前男友送的東西 不要的丟掉 你會是分心的 我不會丟欸 對啊 不是 那個是丟什麼 就是我覺得就是 你畢竟跟這個人認識過嘛 我覺得沒有到那麼極端 所有都分開了 就要把那個人的東西丟掉 那我抖膽裡面看那個 抖膽 有什麼叫這樣 你剛進擊的一個人的動作 目前還沒有遇到下一位 上次說有人追了是不是 每天都有人追啊 我從小就有很多人追 但我不能每個人都接收 因為我們這樣太忙了 都太忙了 娛樂動新聞 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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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解